一天內被炸了四次鞭炮 業者說從6月開始 陸續有人上門叫囂 雖然鞭炮哥聲稱是為了好玩 但背後是否暗藏同行競爭 為了搶生意起衝突 恐怕只有當事人才知道 你看他們一直在招手 丟鞭炮手段激烈 比較少見 平常的狀況 戰線從2.2公里外的 厚力火車站就已經開始 我還是會載你們去停車場 在靠近填拔到一些 各家的小蜜蜂 一共在300公尺外的轉角 看到客人就抓 終於你給我會 你們是幾位呢 入口周圍狀況更嚴重 還有業者不顧一切 衝到車前攬客 險些被撞 相當危險 在台中綜合報導 海皇鮑魚 干貝XO醬 可以說是媽媽料理的百搭神器 把底下喇喇再來吃 為什麼 因為這底下呢 你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鮑魚 是真的可以存在的 現在呢 像快點購來訂購 馬上就可以擁有 五星級的食材 五星口感的 總統級高級享受